抵制阳节 抵制圣诞节 不要重阳被外 怎么玩意儿啊 有本事你不要过国际劳动节啊 这是西方的节日啊 你不要过三八妇女节啊 你不要过二月十四号的情人节啊 比谁嚷嚷的都快 有本事你不要过元代啊 这也是阳节啊 说这种话的人 你是生活在清朝吗你 真正强大的人从来不会抵制别人 真正强大的人是把自己做好 有本事咱们把自己的文化做到极致 让老外来看我们 来顾我们的节日 我发现这几个月 在网上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就是重阳媚外的标准 好像在逐渐降低 以前只有觉得国外一切都好的人 我们才说他重阳媚外 现在变成只要觉得国外有任何可取之处 我们就说他重阳媚外 上个月有位医生发表了一个观点 说小孩的早餐应该吃肉蛋奶 不要吃粥 被人骂上热搜 说肉蛋奶是外国的食物 吃肉蛋奶就是重阳媚外 看完我都懵了 因为头一天晚上 我刚好吃了红烧肉 松花蛋和双皮奶 吃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 我吃的原来是顿歇餐 而且就算肉蛋奶来自西方 你骂这位医生又有什么立场 你自己打开苹果 或谷歌公司开发的手机系统 通过专利至今属于澳洲政府的WiFi技术 把辱骂性文字发送到 由蒂摩西约翰蒂姆伯纳里教授 开发的互联网上 发送内容居然是批评别人重阳媚外 这么抗拒现代的文明成果 你为什么要到剑盘侠 你去到算盘侠呀